第一个呢就是刚才女方呢躺在地上 在处理你那个情绪状态的时候 我感觉到就女方不太爱自己 你要知道一个人希望得到别人的爱 首先要学会如何爱自己 那么刚才呢我叫你 我说深深的吸气缓缓的呼气的时候 你没有按照这个操作去完成 那么这里有两个心理现象 第一个心理现象就是 我不管了我太痛苦了 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对自己有一种攻击性的抛弃 第二种心理现象就是 我能控制我的身体反应 我就不听你的 我更倾向于善意地选择前面一种状态 但是如果说是后面的这种状态的话 那我觉得你就需要去深思 一个自我抛弃的人 任何人都无法把他拉回来 所以学会了爱自己 别人才有爱你的可能 刚才我们老师的这些发言之后 我想问一下 您二位今天到这儿来 除了谈到这个经济问题之外 对于你们的婚姻 你们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如果我的他不承担我后面的什么经济 后面什么负担 那我就没有什么意义 张先生您呢 我觉得还是有感情基础在这里 还是可以走下去 然后他是担心那个事情 我早就不知道 N字变了跟他说了 我说如果你真的没有经济输入的情况下 我说一个月可以固定给你一千 或者两千零用钱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密室阶段 听了老师们的发言 张女士的诉求锁定在了经济上 她认为只有在经济上有了保障 才能改变她在家里没地位的现状 张先生也表达了继续生活的想法 这位密室条件定定了良好的基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